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又是鵬途 跟大家分享心水的时候 未来星期三有九场快活谷 大家要留意 买少见少 所以大家要珍惜 今季就来远 另外在未比心水之前 希望大家继续CRS我们 最近很多朋友CRS我们 有些觉得我们登的也有 有些觉得我们OK的也有 当然啦 最近我们的心水就没一搬 希望呢 来到季尾都可以帮大家 找到多少花费了 OK 或者你觉得我们登的买 我们对交 或者不买都没问题 希望大家继续CRS我们 好 看看今次的推介是什么 就是赢尽天下 由于他上场就退出了 看前一场的赛事 一档 看到很容易认的 戀外交叉就是他 白色衣服 黑色帽 接着一个黑交叉就是他 一档很容易计 看到这只马克的跑法 挺OK的 他试过后追 但经常他的跑法都是跟前置的 现在看到三号码就是他 在接近内难 第三第四之间 这一晚呢 其实前一次 由于上场就稀威心 结果呢 就因为 右后脚不良于行 就退出了 这次呢 就看回这条片呢 就是在顿哥的 其实 对上那两次都是在顿哥 除了计取笑那场 顿哥说 流动的马很辛苦 大哥 抢了口 没办法 其实他 看到前面有些遮挡都叫好 好 你自己呢 就是盲中中在前面这样走 反而就没意思 看到这场呢 其实如果大家要留意呢 都是跑个黏地 要是有下雨 你看到镜头呢 情深深乱无无都不停下雨 前面那些 其实这场马呢 如果你看回步速啊 各方面呢 都是偏慢的 因为下雨呢 变化地 其实整场马的时间呢 哇 超级慢 一分四十二秒七七 其实搞什么呀 大哥 真是慢到七彩 好了 看到这些变化地都是跟前置走的 懒得有点点的 比一下比一下呢 哇 你看到这场马呢 一路撞了出去之后呢 有点少离了 看到顿哥 开始起车轮了 就是左边车一下 都没了 超级车的 这里跟你继续的时候 车了几个东西 然后里面还有一只 哇 加洛非区 外面有一只 世宅音星 后面也有熊虎之王 哦 这样两三只马 叮当码头之下 结果就是 在里面那只 呃 赢了一只加洛非区 外面的世宅音星 跑第二 他就继续了第三 这些就是顿哥车轮 哪里啊 哇 聪明的顿哥 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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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这三只马也要脱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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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這次可以贏得多些 幫到大家 另外我很怕張老師也有好東西推介給大家 尤其是他的炮冷 偶爾弄完 真是夠玩了整季 大家記得繼續支持我們 吃好 下次見 拜拜 好 我選了一隻 贏盡天下 上次就退出了 我有選擇的 上次有選擇 退出了 這次我覺得推出的 很簡單 如果一隻馬有事的話 達少也不會立即這麼衝 這麼衝想出的 他也想賭一賭勝 這些馬又無端地被抽到一檔 但這組馬 假設星期三真的會落雨 這組馬很多都懂得跑變化地 有些進過變化地 有些贏過 所以這組馬 大家記住挺亂的 假設有小小大雨 真是很多隻都 譬如說成財都試過 很多隻的 這一組都試過 贏盡天下都試過 剛才Michael說的那隻開懷大笑 也是渺爭的,其實數隻有很多大 erklyorum 證明勇俊, 證明勇俊 很多的 譬如即使你噴火龍和浚龍飛騰這些 還有捷捷不呀這個 是捷捷 其實実我當主製的蟹是真的可以的 如果你問我,我购就貭捷 他變化地又行, 及死火鱗是和這個נס Holy 就是夾翼的 夾翼的 夾翼又輕 你在這些場次裏面 偷雞就是這些偷雞的 這組是亂的 我簡直就是當位好 和會跟前置走少少 你看到剛才的跑法 它就不會留得太厚 因為有時候 跑變化地 你不知道這隻馬的性能 這組特別多 在變化地有個好的表現 或者入個位置的 都多 我剛才說過很多隻都是 所以這組 我就會選擇一些 寧願前置少少 剛才那場都是跑變化地 都是下雨 你看到它 鬥著黨都很辛苦 這次找到希偉森 因為始終去到今季 如果坦白說 和達少最佳 不用說的 不用說的 大家 南非自己有 同聲同氣 你看到現在 反而周同學都少了 前師傅 現在不是他師傅 是前師傅的座騎 今季是少了 那沒有馬達呢 因為其實他的減榜 又沒有那麼多 他就出去闖一下 始終 偉達 可能他薄馬 有些 希偉森 可能適合他心碎 那就用了 David也說 他五場路前鋒 就是Michael 剛才提到那隻 他說這隻馬都OK 我都覺得前鋒 如果你有跟開 剛才我也有說 可以拖馬 這些馬去到季尾 不排除一個 屈尾十 回馬 一下就無端端 可能彈上來 其實季尾的馬 可能也有些會發生 其實季尾的馬 大家可以看 很差 尤其是花活谷 沙田也更好 每一場 裡面還有一兩隻 你感覺是挺實力的 花活谷 哇 又是這隻 上個星期看了 又是他 有些馬 快活谷到沙田 都有位置贏 或者雙子棍都贏得到 這樣你想一下什麼事 還有變化地 我都說了 有些馬懂得跑變化 就甩掉你們了 有些不甩掉 就跑不動 就輸 就甩掉你了 所以真的有些變化地 好像剛剛那場 自勝者強那場 那場 Win那場 也是 他真的懂得跑變化地 結果他就贏了 不用了 有一次是這樣的 很有趣的 所以馬就是 開圍大少 Michael也說 這隻我都覺得射程發威 這些老馬就不用想的了 老馬 文家糧 火車潘這些都是正頭正路的 即是搏的 他搏不搏到一件事 即是他的矛頭 這些擺到明都明昌 這些馬 坦白說 他又不會有什麼保留老馬 又不會留回 又不是什麼鎮瘡之寶 很老實 買這麼多的騎士 你買下去輸錢 即是如果是輸錢 輸得我最調氣信 就是買火車潘 即是他有 他一定會賭給你 沒有就沒辦法 因為那些作劇 不一定很實力 但是買了火車潘 我覺得他沒有什麼鎮瘡灘 有人問羅胡燕 他問張老師是否做過KBW員工 當然 他做過KBW 我兒子KBW認識他 我們是有線友 我們是有線友 七場一三四 七場成才 即是我們那些社程發明 成才是變化地OK的 成才都試過變化地 入跑道第三 這隻馬就OK的 你看到 這些一落四班的成才 你都要留意 一三四 我覺得開懷大少 也OK 我覺得這隻馬 這些沒有保留的馬 其實他長期都OK 上次跑第三 輸給海盜才子 細集音色 少少 這些老馬 尤其是這隻開懷大少 很鬥心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他總是幫你寫一段 給你看 當然有時候會生生來遲 但是他當然有一段 很忠心的這些馬 有時候跑馬 我都喜歡到 忠心 起碼都知道他會有一段 給你看 還有我都說 買破車官 他真的不斷拚 你輸了 沒有辦法的 有時候馬 不夠人跑 你大 起碼買下去 正頭正路 你不用怕他左望右望 所以大家留意 好了 大家繼續多些留言 這場張老師 除了那隻 接報 還有沒有其他 真的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好選擇 因為其實這麼多隻 都會好像 似似地 贏到這樣 其實很亂 除了一隻贏到天下 穩陣一點 其實基本上 你其他這麼多隻 我就真的選擇輕磅 還有一隻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噴火龍 我覺得都可以留意一下 噴火龍 這隻馬 這隻馬 找雷神 其實都可以想想 因為這陣子 都是找霍雲星 那些跑 這次轉了雷神 噴火龍 大家留意一下 這隻馬 這隻馬 是要留 跑法 留得好 最後一節 那一段 最後一段 不太多 但是你如果留到它 那一段 剛爆發到它 爆發到它 那一刻 這隻馬 大家留意一下 所以都是留意一下 是 有沒有什麼特別 沒有什麼特別 沒有什麼特別 我們就 去完廣告之後 回來和大家馬迷聊天 OK 好